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角是他们 来跟大家聊一聊长春花的一些 我心了解的养护方法吧 刚刚买到这四颗长春花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并没有很了解它们 就是觉得它们挺好看的 而且好像也是多年生的 所以就买了它们 开始是更多的冲动和盲目吧 后来呢,我出了一期 我刚买了长春花的视频之后呢 有些花友就跟我说 这个品种啊,你现在买有点晚了 你应该在春天的时候买的 因为它不耐寒 很多长春花呢,它们是能够度夏 但是它过不了冬天 所以当时这么说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惊讶的 因为我对长春花的了解 停留在哪个阶段 就是我们这里本土的这种紫色的土柱长春花吧 简称土春吧 它是既能寒又耐热的 过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其他的长春花 竟然会说过冬有问题 然后呢,我就去找了一些资料 去查阅了一下长春花的养护方法 然后发现呢,确实是说 除了这种土春之外呢 其他长春花在最低温度 低于5度的时候呢 你如果不把它放到室内的话 它是有可能会被冻死的 那有些话又说 要么就是留着它的种子 来年春天再撒播 但对我来说 我这个人其实是喜欢多年生的植物 我一开始给大家介绍长春花的时候 也说它是多年生的 我不喜欢撒种子啊 或者这个种求根啊 翻土啊什么 我就觉得很麻烦 而且又是年年种小苗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 我更喜欢一年它能够长得比 另外一年更大一些 所以今年呢 就是当天气再冷一点 最低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呢 我打算把这些长春花呢 搬到我的阳台上去养护 那我这边的话 像以前种过一些蝴蝶兰啊 包括现在呢 还在我这个南阳台种的石虎兰 它们其实也是属于不耐寒的品种 但在我这边过冬没有问题 蝴蝶兰以前是搬来搬去的 石虎兰我这几年就没有搬 就一直让它在南阳台 它现在已经5年了吧 在我这边种了5年多了吧 还挺安全的 长得也挺好的 所以呢 今年把它们放到南阳台去试试 另外呢 我也看到有些话有说 嫁接的品种 更容易度过寒冷的冬天 所以我现在又在网上 买了两颗嫁接的长春花 到时候也试试看 放在南阳台养护 看看它们能不能顺利的过冬 如果说不能顺利过冬的话 那么这个品种 可能并不适合我这边 像那个上面的这几棚美女婴的话 像这些美女婴 它过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希望这几棵长春花也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冬天吧 那现在在我这边长得还是挺不错的啊 一直不停的在开花 我以前呢以为它们是需要不停的打顶修剪的 到现在根本就用不着我打顶嘛 一直在开花 不停的出花包 长势非常的强健 很好种啊 在我看来就是 然后呢我在其他地方也搜集了一下 长春花的一些养护知识 结合我这段时间对它们的照顾的一些心得 跟大家粗浅的谈一谈 长春花应该怎么去养护吧 首先啊 这个品种有些话有说 它在夏天容易就是淋雨而死 所以说夏天说要给它避雨 这个让我想起了啥呢 就那个小木井 大家看到没有 那个角落的那个小木井 春天到我这边呢 现在就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吧 已经长那么大了 其实还没有完全养好 那它也是夏天不能淋雨的 所以我是把它夏天放到了我的阳台上去养护的 那这几颗长春花的花 夏天要不要搬到阳台呢 我现在还在考虑 因为说它夏天会利枯病 我觉得这可能跟它根系有关 我这几盆长春花到我这边给大家也看过 完全是纯土求种的 所以当时就进行了洗根的操作 也有一个话有跟我说 它同期跟我买了长春花 但它的已经全部都死了 为什么我得长得好好的呢 我给它都换成了我自己这边的配土 个人感觉长春花根系是不强的 你说它一个是容易在夏天得利枯病而死 小木槿为什么会得利枯病 因为它根系就不强健 根系不强的月季品种呢 就如果你稍微给它种的盆大一些 如果你的配土不疏松透气一些 包括月季也是一样的 它很有可能就是会产生闷根的情况 闷根了以后就很可能得利枯病了 所以呢第一个种长春花的话 虽然有很多花有可能就是用原土种的 但是我个人更建议你在其中加一些粗颗粒进去 增加这个配土的疏松透气性 这个我感觉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夏天 所以明年夏天我也要看看我这边的这些长春花 我打算放在室外去看看零零雨 看看会不会零死 因为我也看到有些话有说零不死啊 因为这个配土的机制还是蛮重要的 第二个呢对于根系弱的花卉品种呢 我们一定要小盆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来的时候呢 给它们换这个 因为当时它的根系比较强 我给它换了大概一加轮大小的花盆 其他的你看花盆就只有这么点大 大概就半加轮差不多吧 这都是小小的小花盆 所以像这些根系弱的品种呢 小盆偏干氧 然后呢配土疏松透气 其实啊我觉得做到以上两点 养护起来就很简单 花卉的养护其实是共通的 小木槿也是一样 一定要小盆养 大盆的话往往就会把它种死 所以种长春花 其他很简单 因为病虫害啊什么的 它都很少得 比月季呢养护起来要更省心 但是它的根系比月季肯定要更弱的 它的开花性也很好 所以就把它当作最弱的 那些月季品种的养护方法 去养护就好了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关键的挑战在于今年冬天 我看看他们到时候能不能顺利的度过冬天吧 那么大家如果想养长春花的话 据说南方完全没有问题啊 像两广福建海南一带的话 一年四季花开不断 那像北方的话 冬天一定要入户 像我这边的话 我就入阳台吧 总的来说不用打顶开花性绝佳 颜色也很漂亮 我另外买了两颗颜色也蛮特别的 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能够顺利度过冬天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在我的小花园拥有永久的居留权啦 跟美女婴一样 好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